两情相悦 恋爱两年 女友着急订婚 期待携手共度余生 男友为何一拖再拖 不愿面对 工作很忙 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你不能跟我讲 订婚 订婚 我们说定就定 你要是给我安全感 我会这样吗 男友的反常行为 让女友心生疑虑 恋人当面对峙 事情真相究竟是什么 只要问性无愧 你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让我看当天的账单 咱回去说不行吗 咱回去说不行吗 你现在给我看了 看完咱们立马回去 李先生竟然保住情人隐情 当猜疑成为事实 当真情遭遇背叛 她和她的感情还能否继续 你打她 她伤有伤 你怎么知道她有伤 你跟她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刚才不要说什么了 我不想这样的片情定了 一边是相恋两年云友 一边是朝夕相处的同事 一段恋情竟然发展 成为三个人的性感纠葛 她究竟会做何选择 就是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要这样做好不好 告诉她呀 别猜了好 像这样一个加油号 像这样的汉王啊 远都给依依落实 而且今天还附带给了一个大礼包 那他们两个人怎么就会在一起 所以你后悔了 是吗 是日久生情 还是蓄意谋划 是真情流露 还是风长作息 嘉宾分开劝说 三个人对这段错乱的感情 持如何态度 这段剪不断 你还乱地纠葛 究竟该如何收场 感情一定是采发的 油然而生产生了感情 你说这种情绪能够控制吗 我觉得很难控制 可是你要知道 对于一个朋友来讲 最大的真诚应该叫做 幸福生活一拍即合 各位好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为您带来的一拍即合 我是主持人王鲁 在感情当中遇到困惑 可以随时拨打 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在这里帮你找到幸福 我们一起来的 三位嘉宾 他们是情感嘉宾 随校 心理自学师段小玉 律师谢正武 感谢三个到来 今天演播是在求主人的位置 坐的是贺女士 对面是张先生 我们先来问一下 今天求主人贺女士 求主目的是什么 贺女士 今天来到一拍即合 求主目的是什么 我跟我男朋友 我们两个准备订婚 但是最近 她的态度很飘忽不定 我问她什么 她就不回答 你说什么不都在回答吗 你干嘛要 就我说什么 她都装听不见 你再几段时间 两年 两年零两个月 所以说就准备 就到盘婚论嫁的地步了 对 就是双方家长也都协商过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感觉你男朋友突然变了 对 最近跟她说话 就感觉爱大不理的 就是好像假装听不见 哪有没有 哪没有 你这么说 那你是不是让人事都逼得太紧了 我哪逼你逼得太紧 不都是为你好吗 别着急 贺女士 你跟我们再讲一讲 最近发生一些什么 让你感觉到她变了 双十二的时候 当天她约好要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 不跟你说了吗 你别说话 她突然跟我说 她要去上班 她说上面突然通知她要去飞上海 飞上海 对 就是公司临时加班 张医生 你是你在航空公司工作 对 你在边 别着急贺女士 我问一下张医生 你是做什么工作 我在那儿做一个空哨 做一个安全员 当时是公司临时安排有事 让我过去 我飞个公司这都很正常 临时飞一下是吧 对 到底是真飞还是假飞 每个人员 他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报备 对 在那个24小时 我们都是要听公司拆遣的 那你24小时之内 你是突然告诉我 公司也是临时告诉我的呀 我这是什么 你真飞假飞 我再问你一遍 肯定是真飞 我这是没必要骗你啊 那为什么我在你支付宝里面 看到了52克的蚂蚁森林能量 你平常上班的话 你根本不用坐地铁呀 你不都开车的吗 当天去当天回 是不是 52克那不能说明啥呀 那不是什么 52克 那180克电影票怎么说呢 哪有啊 180克电影票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去看了电影 才会有这个东西 对 他是看电影家做了地铁 因为支付宝 他那个蚂蚁森林的能量 他52克是做地铁 180克是买了电影票的 这两个事都跟你浮在一起 不是跟你的 对 他跟我说他去飞上海了 你在说啥呀 那天我就是在飞上海 我们到那儿 从上海到我们住的地方 你去上海 坐了地铁还看电影了 对吧 你到上海都晚上10点了 你怎么还有空看电影 别瞎猜 跟谁看的 没有 别瞎猜了 那你来说一说 你如果真飞了上海以后 那落了地 有没有跟女朋友 来报告平安什么之类的能力 那天 我跟她说了呀 我说我到了 我到上海了 那我给你大视频你不接 这么忙东西 我还要帮顾客 拿他们的行李箱什么的 我怎么接 哪疼得太熟 到地方都多晚 回去收拾收拾洗洗 都开始睡了呀 你不是去电影院了吗 没有 你别听他胡说 没有 咋可能会啊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蚂蚁森林 我不太清楚 怎么会有电影的这个东西呢 他这个东西 就是日常消费的话 他会寄入他那个能量里面去的 那上面能说明是那个时间段吗 他没有时间段 但是他每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去吃饭呀 或者是坐地铁 坐公交车 他每一个那个蚂蚁森林的 他的客树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能确定他去看电影吧 对 因为我专门查了一下 你不要瞎猜了 但是不见得是去上海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去了上海 还是没去上海 但是我就是说 他跟我说他去上海的当天 我查看了他的蚂蚁森 就突然间就多了 下拍了 没有了事 那天 那天怎么 你在说 那天真的是 那你说吧 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从头到尾了 跟我捋一遍了 那天不跟你讲了吗 公司突然安排 我要去飞一个航班 那我能怎么办 大家都是有一个报备时间 我过去飞那就飞了 为了挣钱嘛 谁不想挣钱 是不是 飞过去做了一个地铁 大家快洗洗睡 没看电影 没有的事 坐了地铁 那你怎么解释那个 没有跟他在一起去看电影的那个事 没有看电影 那支付宝会出bug是吗 可能是我买了点别的东西了 买盒烟啥的都有可能 是不是 这个还得去找阿里去对峙吗 反正张先生 你这边觉得你去了上海 真是去了 但是就是一个公司的加班 对 但是没有去看电影 其实有去看电影 也无所谓 跟同一时间看电影 没什么 没有 就没看对吗 真没有 好 那我先问一下张先生 今天你来到一拍即合 女朋友是想来搞清楚 最近这段时间是怎么 就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 那你觉得呢 哪有 可能时间呆长了 我开始怀疑这怀疑那 这正常吧 那你想不想跟他继续走下去呢 肯定想 大家都是到谈婚论家这个阶段 谈婚论家 你好意思说 那我找你说订婚的事 你每次都说 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吧 下次什么时候 我找你说订婚的事 你每次都在那含糊其词 这不正到工作上升了一个阶段 我连你人都找不到 我要去找你爸妈 那不是为了挣更多钱吗 你以为我想 我需要你挣那么多钱吗 这谁拿这两脖子都不好受 我养不了你吗 柯女士 你这句话说的到时候 这句话不敢乱讲 你能养得了他 我当然能养得了他 你做什么工作 我们家自己开饭店的 咱家自己有产业 我一个大男人 为啥让他养 这一个 那我不是想让你少吃点苦吗 你问谁 有几个男人真是愿意这样 我肯定是要有自己责任的 之前 之前怎么不这样呢 就是说咱俩在一起这么久 你为什么突然就这段时间 更变了个人似的 不跟你说了吗 工作上升皆断 我要是拿了一个管理职位 我是不是工资也能上升 我也不用这么累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我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 就算你说你工作上升你很累 你压力大 你起码要告诉我呀 是不是 我不是你女朋友吗 你需要跟我沟通一下呀 其实贺女士她跟你说了 她说了她去上海了 她说了她是突然间 临时加一个飞 只不过在这边咱们不信 不是我不信 主要是她这个 她种种迹象表明了我 你没法信 对 我没法信 还有什么事 你感觉到你是信不了的 我想问贺女士 你是家里做生意的 你做什么呢 对 我家里有几个店 然后我现在在管其中一个店 你们俩好了两年零两个月 你 我看面相你比她大吗 比她大 她比我大两岁 大两岁 就是我听到几个关键词 第一 我家开饭店 我养你啊 是吧 第三个 蚂蚁森林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这个细节 都是她在乱想 不用信 咱们在这儿台上坐这么久了 还很少有哪位 就夫妻矛盾 这两口子吵架是 能够通过这样子的细微的地方 通蚂蚁森林那儿的蚂蚁能量 能够找出来细枝末节的东西 就是你开饭店不忙吗 我忙啊 但是 平时看电视就看多了吧 这边就给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她又不跟我讲 她就是干什么都 她都得跟你讲 是吗 你们之前她都跟你讲 对啊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要坦白吗 所以你们之前待着两年 都是她什么都跟你讲 对 你们在一起 谁追的谁啊 没有谁追谁 就当时 谁追谁啊 两个人 你追她 你为什么追她 她以为她条件好啊 当时 跟她闺蜜一起去 一起去出来吃饭 跟她闺蜜 对 就是我闺蜜是介绍 我们两个认识的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就是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感觉 你们俩的感觉 双向奔赴都到了 对 她平时一直就在打压我 打压 不是吗 什么叫打压 我对你不好吗 你们在平等的相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事情 让你觉得她做得不对 就是 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按以前的话 她每飞一个地方 或者是每去一个地方 她会给我带那边的特产 或者是 那次不是忘了吗 给你忘了 我没说完呢 那天到地方都多晚了 别插嘴 之前的话 她每次都会给我带一些特产 或者我喜欢吃的东西 就带回来给我带一些特产 我留纪念 但是最近呢 她每一次飞完航班回来 我去问她 就是给我带的东西呢 她说 我忘了 或者是我吃了 真忘了 哪有每次都记得 每次真的忘了 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提前跟她说 我说我想要一个LV的包 然后 我跟她说很久了 大概说了有半年 这是个重礼啊 然后呢 这是这么重礼的 是我平常也没少给她花钱 但是呢 但是我生日当天 白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有事 然后我说那你去忙 她就给我发了一个 公司那边紧急开会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她就给我发了一个 512和1314的转账 完了之后我想着 那晚上再回来一起过吧 晚上不陪你了吗 结果她晚上就随便 颠了一个那种 就一看就是提前做好的蛋糕 就是那种蛋糕房里面 随便就是放在那 当样品的蛋糕 她提回来给我过生日 那怎么能说是随便呢 那是我精心挑选的 那也是我自己看的 那是蛋糕店里的模板 一点都不用心 她没有以前对我那么上心了 你刚才说 从有一次开始 她往后经常会忘记 给你带一些小东西 对 那是从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半年前 半年前 她就开始忘记了 而半年再往前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她每次都能记得 对 就不用我提醒 不用我去告诉她 她会很自觉的 就是像那种 心照不宣的小惊喜 我每天这么忙 不是 张艺人 那之前那一年半就不忙吗 怎么就 就我也感觉有变化 你怎么解释呢 这的确是变了 真的就是只是忘了 我又不是没给你带 往后我也给你带了 人家说了 往后还经常忘 是不是经常忘 对 经常忘 不是事业上升吗 这不该忙的事就多了 但是这两年前面还好 就是最近 疫情是有疫情 她的说 对她的航班相对来说 排得没有那么满 但她总是找不到人 就说自己在工作 找不到航班 我就很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在工作 有航班吗 还是说她只是为了糊弄我 说她自己去工作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两年时间里面 前一年半挺忙了 但还能够给你很多的温暖 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温暖 没有那么多了 她的理由是她忙了 但是现在疫情 反而是不用飞那么多地方了 反而是不忙了 所以她的理由不成立 所以航班就要争 人这么多 班这么少 我不也是为了努力赚钱吗 站上 是这样 同为男人 我提醒你一点 今天你来 确实想跟人在一块 对吧 那如果真是想跟人在一块 有的时候 你得走进她的内心 有些时候 咱说的那些理由 的确很奇怪 按照刚才我所听到的 那这一年半 和最近这半年 好像就是有不同了 你要是说 最近这个确实工作太忙 上升期 我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 亲爱的 我可能会对你稍微疏忽一些 请你谅解 这种就比 那我对你这些提示挺好的 我也没有 会更容易 也更能走到对方的心里 真没有 真没有 最近真的是 为了拿更多的钱 上一个岗位 是吧 挣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空少 能挣多少钱 大概就是一万靠下吧 贺女士 那你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现在这个不一定 因为这个疫情 但是这不重要 因为家里之前赚的有点钱 肯定是够日常生活开销的 这到肯定是可以维持的 能买LV包包 能转这么多钱 就说明咱家确实不差钱 但是就是前面说那么多 我觉得他都没有说到正题上 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就像平常最近这半年 我问他什么 都是这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之前也这样 说好的就是 可能使你没注意到而已 2022年就是说 我们两家商量好 说订婚 他总是说 两家不也一直在商量吗 到后面再说吧 到后面再说吧 两家商量有什么用 我们俩订婚呀 不是他们订婚呀 总得争得父母同意吧 这有问题吗 那父母不是同意了吗 你每次找他说 他就说工作很忙 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那不是在商量吧 这已经拖到现在了都 这个订婚的事很难嘛 这还有什么没有解决呢 这父母也同意了 日子 之前疫情 他的饭店要管 我也要去飞航班 这都是事 你得把里面考虑进去 你不能光想 订婚订婚 我说订就订 但是订婚又不是结婚 但是我问你一下 我替你女朋友问你一下 你是觉得这个婚 或者说这个订婚 要继续走下去 还是说过完这段时间 特殊的日子再说来成什么 那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呢 这不得走也不看 所以说就是你变化了是吧 我回答 如果你真觉得 对面这个人是能够 跟你白头洗脑的人 你的状态跟态度 就一定得 要诚恳吧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 从目前为止坐上台到现在 他整个状态 就像刚崔老师所说的 就是大大咧咧的 这面对的好像不是说 对面这个人我要跟他结婚 要来处理这个情感的问题 而好像是 这个电影好看 他都乱说 他之前都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是什么样子 之前就是很有礼貌 而且非常贴心 干什么都能想到 就是 我之前也只有这样 只是你觉得我变好 和女士讲一讲 他怎么追你呢 追你的时候不是这样吗 追我的时候很体贴 每天都到我家楼下来接我 然后就像我 这不是公司忙吗 我要不忙我也去接你 我公司整件这么多事 我还想不想挣钱 两年多钱 你当时再喊我公司吗 在啊 当时小职员没那么多班 说闲下来就闲下来 你钱也拿不得 之前说的 他每次一飞一个地方 就会给我带一些东西 对啊 偶尔给你忘了 我又不是故意 那这样 之前贺女士 有没有这么咄咄逼人 她是一刚开始就这样吗 也不是吧 对啊 我是觉得就这种 你们俩聊的这些东西 像我今天看来 我真的不觉得你们像一个 就是快要订婚的 一两年还在热恋期的 这样的一个情侣 这像是什么段老师 这像是结了婚 结了好多年俩人是吧 就是恩断义绝 反正没什么聊的 你就这样我就这样 咱就开始 撕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我感受不到你们的 就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你们两个人 从你们的眼中 我完全看不到 那能有啥啊 那能有啥啊 不都是事业上升 在忙 他没上升啊 你再上升 他没上 他养得了你啊 但是你不觉得 他这样管得太紧了吗 要换你 你怎么想 要换我 我早忍不了了 你看看吧 咱俩换位思考 不是 但是你别说 你别顺着我的话 往下说张先生 我是从头就没这么干的 而且我没有主动要求过他这些 对 你是从头干完 现在又不干的 所以你不能怪别人 在这个时候去找吧这件事 而且我想说的是 我并不是说想要他给我送礼物 或者是买礼物什么什么样 我需要的是他陪伴我那种心意 但是他现在没有那种心意了 让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在乎了 你看看你现在 你看看你现在 看你现在 整天拿一个马海森林 跟我说这说那 说我去看电影 咋可能吗 那你说 我过生日当天白天你去干嘛 说了嘛 开个会 开会了 真开会了 开会是吧 我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听起来 我觉得好像看他没有错 看他也没错 一个女孩子希望这个 即将订婚的男朋友 一如既往地对自己 男孩子说 那我以前是一个毛头小子 我的生活可能就是围着你转 但是我现在事业上升了 我可能要随之而来 就比较忙碌了 我听起来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半周少了嘛 我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问女士一点 她以前对你得有多么的贴心 多么的温柔 让你才能到现在觉得 她的表现让你很抓狂 很不一样 你能不能跟我大概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 就是她家住稍微很西边 我家住大东边 但是开车的话大概就说需要来回 但是每一次出去的话 她会开车过来接我 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地方 完了之后 她再把我送回家 她才会回家 然后之前我爸有一次生病 然后半夜的时候 我跟她打电话 她还是说起来 然后去跟我们一起去的医院 我现在没送你吗 你不也一直在送 不是在讲你的好吗 你怎么又在挑刺 就之前她让我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男生 从她来讲叫不厌其烦 对 不厌其烦 就有什么要求她都可以做的 而且她不会抱怨 今天全是抱怨 对 不是指今天 从我过生日之后 就是我开始追问 不是 也不是追问 就是我开始 我每次想跟她沟通的时候 她都是这种态度 甚至更恶劣 现在原来是不厌其烦 穿承去找你 现在是指责你不懂事 然后给自己开脱 讲道理 是这意思吗 对 那我大概理解 因为原来太好了 就今天张先生这个状态 就她今天这个状态 如果我是贺女士 我也会对未来 我要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这几十年啊 走下去还行不行 我感受不到任何的爱 我倒是觉得 是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促使贺女士 真的觉得说 才两年零两个月的 这个男朋友出现了变化 这种变化 我觉得一定对贺女士 是非常的扎心 或者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 不是说了吗 已经就太忙了 就这些事 我觉得不至于让今天 成为这个状态 到了没 张先生 三位嘉宾老师的担忧 都跟你女朋友担忧是一样的 她们觉得人有变化是可以 没问题 工作更忙了 但是呢 不至于 不至于能够造成 从那一天开始之后 经常会忘记她的生日 我也没有经常忘记 人家觉得经常了 要是男人在那边 不在你这儿 咱就说按你生日那天 我上午白天 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就是关于疫情 这疫情谁都不想遇见 那好 那你上午开会 那一下午干嘛去了 我会就是从中午开始开的 那你刚才说上午开会 这样 你们俩又陷入到这个争吵当中 来 贺女士 我们回到一点 你们之前的东西 就你喜欢她什么呀 刚认识她的时候我 可能是喜欢她外形吧 对啊 现在不喜欢她 好诚实啊 那不然呢 后面相处了一下 我觉得她这个男生挺靠谱的 挺体贴 挺暖心的 然后我觉得她人还挺好的 就想着跟她在一起 然后在一起的途中 我们也挺合得来的 然后你不需要她有事业是吗 我不需要她有事业 你需要自己有事业吗 哪可能呀 我肯定需要自己 我一个男人 要一个女人给我养着吗 所以你觉得自己 是应该有事业 有事业心的人 对啊 是能够成功的 对吧 现在已经在上升了 慢慢再往上爬了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有一个女生愿意养你 谁在两个人好的时候 说出来我养你啊的这句话 就是天下最糟糕的毒药 就是最坏的情话 就这句话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很支持你 脑子很清楚 就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行 潜台词是忽略你的能力 我没有说她什么都不行的意思 那我来问问 她的工作你了解吗 就我没有听到一句 有关于她事业的 你的了解和关注 你了解她的事业吗 你了解她的工程的工作吗 她的职业规划 她的发展 她现在讲她在上升 好 那一个普通的工程 从实习到 现在是转正了 对吧 转正之后下一步 晋升到什么职位 这个梯度你了解吗 你们俩聊过这事吗 没有 你跟她讲过 是你不想讲 还是她也没问过呢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你问过吗 你有想了解吗 何女士 这我听到的是 她也不想说 你也懒得聊 你们关注的就是这个 情情暗暗这一点 那你们回大学校园谈恋爱去 你二十七了 你不小了 她二十五还比你小两岁 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听到的 你们都像这个中二学生一样 在聊的这种 就只有花钱月下啊 你不去了解她的事业 你怎么能了解她 你喜欢就是她帅 行 她这句话她自己都会说 那我容颜衰老的时候 你还爱我吗 你们规划的未来是怎么样 就结了婚 还是这样过日子 你有把家人养着 那咱家的声音要不行了呢 但是起码作为她这个当事人来看 她觉得最有信心的 最能够有保障的 是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依赖于你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坏事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有各种的误会 那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其实我提一个点 这是我们常出现的恋爱当中 男女出现的一种问题 叫锚点效应 什么叫锚点效应呢 就是刚开头开成什么样 对吧 我们经常见这个叫 这个浪子回头筋不坏 对吧 放下屠刀利利成佛 你这个人干了一辈子坏事 突然干了一件好事 我就 不错 你是个好人 可是这个人干了一辈子好事 就干了一件坏事 完蛋了 我看错人了 你原来是个那个东西 这个叫锚点效应 所以这样让我跟你讲 你们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那么着去上杆 又是暖又是甜的 这样子去哄啊蜜啊 就闹到现在他接触不了 他的锚点放在那了 哪怕你现在还付出的很多 你付出的可能都比我 对于我的老婆做的多 可是他受不了 你为什么温度降低了 你为什么甜度降低了 那你一定有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隋老师也许可能回答你 就是张先生 他更多的是在乎的是自己的未来 就如同刚才贺女士反复强调 怎么订婚这件事就推动不下去了 很简单 因为贺女士想的是 咱们订个日子 再往前走吧 可是张先生想聊订婚聊的是什么 我们聊聊未来吧 我们聊聊我的工作吧 聊聊你家庭餐饮的事业吧 结完婚之后 更多的责任放在肩上 我们聊聊这些吧 可是和女士似乎 还没有搭这个茬儿 我努力啊 整天飞航班加点加班的 加班加点加点的 那我不是说了订婚之后 完了到最后我们工资还是 我说不定还撵不上他 什么叫你拿的工资 有可能干不上 人家不拿工资的 对吧 你那点工资万八千的 人家不拿工资 我决定是给别人发工资的 所以我就是担心这样一件事情 会担心到张先生你会 这是不是他有一种 对你有一种压迫感 原有 这好像这个事跟性别有关系 就好像女性在遇到 一个男性有压迫感的时候 那个叫八道总裁 我会很有安全感 享受 享受的 虽然那个东西刚才段老师也说了 那个是毒药 那个话是活着八道的 但是男生好像面对比自己稍微 在经济水平上稍微强一点的 这个瞬间强一点的女性 就会有压力 而且很难 就是我不知道 反正如果我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煎熬 或者我不痛快 你有这种感受吗 张先生 肯定有 所以张先生可能你 你是不是特别怕说不好听 特别怕别人 或者你的身边人 会跟你讲到说你是吃软饭的 谁愿意听别人这种说自己 我 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吃软饭吗 我之前对你好 我 我给你爸妈买东西 平常你爸妈 你不在的时候我去照顾 我难道没回过去吗 你说什么我难道没 所以你觉得这算吃软饭吗 这难道不算我们两个 相互之间的付出吗 我给你买东西 我对你家人好 我把你全身上下都照顾到 这我觉得这是我爱你的方式 你就变成吃软饭 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压力吗 就是我给你的爱是一种压力是吧 这不是这么理解的呀 但是你刚刚就是那么说了呀 说明你就是那么理解的 你潜意识里就是那么觉得的 你要能听得进去 首先是倾听 他一说什么你就去反驳他 我给你的好都是什么呀 我给你的好都是 你不觉得这个话 特别像我 像妈妈给自己孩子说的话吗 我们听到妈妈说话不就这样吗 我不都是为了你 怎么 你现在还要离家出走 怎么 我对不住你了 我每天给你做饭 每天下班买菜 每天照顾让你学习 咋我还对不住你了 你的这个语气 这个语气 语境多像妈妈跟孩子说话呀 太简单的一句话了 我们爱一个人 是要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爱他 而不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他 如果是我们按照自己希望他的方式 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那个人 那个东西和爱无关 那纯是自私 是绑架 是控制 是支配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样 他有钱 不 他站在 他当时穿的也没有很显富贵 他就穿了一身运动装 就是感觉和别人那些穿着浓妆艳莫 就是感觉不一样 就是喜欢 当时我也不清楚他家有钱 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当时是他闺蜜组了一个局 就在那个局上我和婷婷认识了 闺蜜 对 我的闺蜜跟她是一个公司的 也是 也是做航空 她是空姐 但是我现在也是一直在慢慢地努力 想着可以尽快地碾上她 你这些事有没有跟你的那个同事 就是她的闺蜜去聊 像刚才你面对我们讲到内心当中的那个东西 我们还是见过太多的人了 一眼都能看出来 你女朋友她不知道 你闺蜜知道吗 不是 你同事知道吗 你有没有跟她聊过 一般都是在那夸她呀 说她怎么怎么好呀 怎么怎么好 说遇见她真挺不容易的 就一直想和她在一起 所以才一直这么努力 所以你现在内心当中的纠结 但是 甚至不自信没有跟你这个同事说过 对 所以说你呢 你有没有跟你的闺蜜去聊 最近这段时间她的不一样 有 聊过 聊过 这女孩你看啊 跟闺蜜之间就会聊自己 这种事情 男生就真不见得会聊 自己窝在心里去解决 你都聊什么了 就是跟闺蜜说 她最近感觉跟之前特别不一样 然后当时我闺蜜当时也是休假 然后我们约出来吃了个饭 我就跟她说这个事 然后她说她觉得不会 因为她们是同事嘛 天天一起飞 她说看她也是挺正常的 也没有说身边有谁啊之类的 你怎么跟你闺蜜说的 我说她最近感觉有点不对劲 你对我很敷衍 我说你帮我多留意一点 就是你们工作的时候 看她有没有跟别的女生打交道 或者是比较亲密的 让她知道了就告诉我 然后我闺蜜说她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说她就是工作的时候呀 都蛮正常的 我刚才在底下看 在底下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阳光的男孩 但是你所有对于未来的规划 我觉得不管是升职加薪 这个事业当中得由我呀 对 你的规划里面 可能你说什么赶不上我会之类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因为你在赶超我 对你在赶超我 但没有跟我并行 对 怎么赶超怎么并行 她不就是为了赶超吗 她先赶超才能并行啊 她现在赶不上啊 她可能这样说 这边做生意做得很好 你赶十年能赶得上赶不上 一句话的道理 她说她想挣一万块钱 挣到两万 我的工资挣到两万 我的职位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但女人更希望听到的是 我未来挣两万是为了给我们买房 就哪怕就少这一句 她说了不用买房啊 我家有啊 我养你啊 你看 所以这就是女人的思维 女人要的是 你不需要给我买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 你的生活规划当中一定得由我 但是你现在感觉上没有一席之地的 对 我感觉她在往前走的时候 把我给掏下了 这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刚才我 你说到了什么 现在疫情 现在生意好不好 生意痒不痒 我告诉你催笑 我恰恰觉得 疫情的问题一定会影响到 实体店的生意 对不对 那我问你姑娘 在实体店生意受损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 每天的流水 是已经往下降的 有没有自卑感 或许没有自卑感 没错 他们所有人都觉得 你是在高高在上的 你真的高高在上吗 还是说你内心 其实是怕失去他的 如果你要是怕失去他 我倒是给你个建议 是注意说话的方式 因为你上来的那句我仰你 让我们觉得 是从上而下的施舍 但如果你是因为 在跟他的感情当中 你感受到了危机感 那请你以平视尊重的状态 直接地告诉他你的感受 而不是说去侦查 去要求 所以这句话 这句话小老师说到点上 你要听进去 我们真的不要把最后 就是这个自卑转化为一种 对外的这样的一种强势 控制 有很多的这种控制是自卑嘛 我们见到很多 哪怕是家暴的人 他是自卑的 哪怕是对于另外一方 以指弃指 他是自卑的 因为他拿不住 拿不住 情感上拿不住 我用物质砸 所以我就告诉你的是 你现在这个道理 已经说清楚了 而且现实摆在这 小语老师告诉你的也是 物质砸不住 显然砸不住 或者我们再来去讲 物质真能砸住的人 你爱吗 我觉得总结八个字 我就害怕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今天的你去展示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自己 让小语老师讲有很多问题 我也跟你讲了有很多问题 可是我能感受到这个男生 在你面前 我不知道谁的原因 有可能有你的原因 有可能有别的原因 他已经和你不交心了 这个你也感受到了对吧 就说什么 你看今天就怎么讲 就谈事业很冰冷 他说的都对 我们也觉得没问题 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也没问题 你别觉得我替他说话 我只说这个没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冰冷到 就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他不是讲对错的 是吧 你们当中 你们两个人最知道那一点点 一个眼神 一个信息回慢了 一个转身 一次节日 都能够 这个小波兰 你们当事人是大事 我相信这个 你已经感受到很多了 不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像热锅热的蚂蚁一样 就病急乱投医 就是 谁说用钱砸 用什么我养你 不要从这个方面找原因 你要试图去走到他的内心里 看看他为什么 你像你所说的 他这段时间有变化是吧 有多久了 差不多半年了 就这半年有变化 你要去回到他的内心去 看他半年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从之前一年办的好 就变成了这个半年 当中有问题 这半年他经历了什么 他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开你们 今天困境的一把钥匙 而且我刚才说这个话 其实也是想提醒你 因为我听到了你说 让闺蜜去问闺蜜 她有没有跟别的女生有交流 其实我害怕的是 你的这种病急乱投医 你的这种让闺蜜帮你看 会被认定为叫监视 因为在感情当中 其实你的这种做法 会让对方觉得不适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小孩那嫌我学习 因为我知道我学习是对的 但问题是这边 那你让我干嘛 我做事业 你认为事业是不对的 因为你要养我 我只要对你暖就行 我没有说他搞事业是不对的 我支持他 但是我觉得他在搞事业的同时 他应该兼顾到我 而不是说把我给冷了 小赫 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男人一定是会愿意跟你分享 他的事业和他的未来 但他不愿意分享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他不愿意跟你说 还是你不愿意接收呢 必然会是这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很少听到说 我养你这样的词 但是今天你说出来了 就可想 平常你们在沟通的时候 你给他是怎样的回应 男朋友你好棒啊 这 我肯定不会有这 不会 不会 绝对是 你说了一个困境 不干了呗 对吧 你说现在同事排挤我 不干了呗 你说现在这个机会 所以我拿不到 不干了呗 有我呢 没事 回家来 对不对 我们家给你安排一个什么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们家能安排个饭店 再去找个生意 给你个活干 有没有说过这话 之前就是说 这不是疫情来了吗 然后就是航班不是很多 他说 回来跟他们爸商量一下 然后就开一个咱俩的店 好 这就标准倒插门了 小贵 你得明白 我知道你想跟他在一块 你想跟他有未来 但是你发现没有 你给的东西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 有事业的男人该有的东西 人家是一个特别有理想 有抱负的一个亲眼 而我们光是总想着要 要进入婚姻殿堂 要得到暖男 这好像 你明白吗 问题出在这儿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而且我觉得 我没有说 咱现在问题不解决了吗 你说我不陪你 哪里解决 我又陪你就是了 而且我觉得 我让我闺蜜去看着她 我也没有错 这不就是监视吗 你说 这怎么算监视了 你派一个闺蜜来 我妈妈 男的还不是监视吗 那你做的事情 真的让我没办法相信你 这你还要说什么 不用让她24小时盯着你 我只是让她帮我留意一下 看有没有女生靠近你 我不是没有安全 我才这么做的吗 好了 你要是给我安全感 我会这样吗 咱这些事咱回去说好不好 咱没必要在这儿说 那你说双十二那天 你到底干吗去了 你说我公司临时加班 我去飞了 所以小贺你还在就结 双十二那个事吗 对 我觉得她对我撒谎了 你知道吧 这是咱回去说不好吗 那你解释清楚 你能不能解释清楚 我不说了吗 我去上飞机我去忙了 那你现在敢不敢 让我查你手机 你敢不敢 你查我手机干吗 你这不胡闹吗 你干啥 小贺你干吗 咱在这儿咱就不让让好不好 咱回去咱自己出去好吧 我现在就要查 你现在哪里我 你拿什么手机 真有必要 咱别回来 老子都在这儿等着呢 你要是问心无愧 你现在让我查了 我们现在就走 一点事都没有 小贺是这样 最开始说到去上海 刷刷那个事的确 那的确也没有搞明白 我也很好奇 到底去的是什么上海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蚂蚁森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只要问心无愧 你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让我看当天的上班 咱回去说不行吗 就在这儿看 看看咱们就回去 你不嫌丢人吗 真这么多老师都在这儿看着 咱们下话的 你要是别再丢人的事 你就别嫌丢人 我都没说明白了 所以你到底给不给我看 咱回去说不行吗 你现在给我看了 看看咱们立马回去 有人不能现在说的 回去说回去 咱回去说行吧 现在给我看 你给我朋友打个电话 他是他们公司的 可以查到他们那个 什么 出情记录应该是 你还是觉得他双山没有去上 我觉得他在撒谎 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 你心里没鬼 就拿出来让我查 你女朋友这会儿 要跟你同事打电话 证明双山那天 你到底有没有出去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 现在给我看 回去吧 咱回去说 你打吗 手机给我看 走吧 走 回去吧 回去吧 别说了 够了 你给我看 回去吧 回去吧 你老是都在忙呢 我给欣欣打电话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 你给他 你先忙着 你麻烦他们还不够多嘛 贺女士觉得 男朋友张先生最近 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自己 为了证实这种猜测 贺女士坚持要给同在航空公司 上班的闺蜜打电话 了解事情真相 那么闺蜜的到来 能不能证实贺女士的参议 而最终这段持续两年的恋情 又会走向何方呢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一派即可继续为您讲述 情感错中错上 你给我朋友打个电话 他是他们公司的 可以查到他们那个 出勤记录应该是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 你给他 你先忙着 你麻烦他们还不够多嘛 你下班了吗 那你现在过来找我一趟吧 我把位置发你了 他有说过你男朋友跟其他的女生 有一些这种比较亲近的行为吗 他说没有 但是我想看一下就是 他那天到底是出勤记录呀 或者是什么记录呀 或之前呢 我都想看一下 看他最近这么反常 那小赫 那小赫我要问你了 如果他来了 他说没有什么 你信吗 他说我就信 他说你就信 所以你更相信他说的话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朋友 他总不可能会骗我 他不会骗你 对 行 那我们等他一下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 好不好 好 来吧 来吧 没事 不是小赫给你打的电话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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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今天现场 不止他一位是吗 来 上来 没事 我想 先坐 先坐 人家这么忙 你还真把他叫过来 先少说两句 坐闺蜜旁边 欣欣是吗 我叫你欣欣可能更亲切一点 你好 刚才给你 小赫给你打电话了 对 我刚下飞机过来了 还挺巧的 今天飞哪儿了 今天飞深圳 特劳顿的就把你喊过来 知道刚才喊你来干嘛吗 他就说有点事儿想着我 然后我也不清楚 他给我打电话 我就赶紧过来 正好刚到那边行政机场 然后离这儿还不远 然后就打车过来了 真是为了闺蜜 你下飞机跑过来了 也不知道为啥对吧 这对面这是谁 我同事 他两个好兄弟好朋友 都是我们三个 都是好兄弟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 刚才就说 他们俩是你介绍的 我们两个是同事嘛 在一块儿飞了挺长时间的 然后下飞机了 然后上一次 我们搓了一顿 他俩就是一见钟情 俩人就在一起了 你也是遇到了一段姻缘 他们也特别感激你了 感激的 人经常给我买好吃的 经常看我 有时候我自己在家 他俩都去过去跟我搭 吃我们三个吃个宝贝 都是我们关系好 是吧 所以挺感激这个红娘的 那好像有个疑问 小何 你问问吧 就是我想 就是你那边能查到 你们那个航班 就是出行的那个排班表吧 就 这家都没有了 我想看一下 就11月份到12月份 还有吗 就没有了 就月中的时候 老郑应该自己能看到吧 他不给我看 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过去这么久了 这没有家没有了 实际上是这样 就这个事儿 你的闺蜜小何 为什么一直没有跟你讲过 是因为他觉得 可能不到讲那个时候 今天他们俩来到一拍即合 是感觉 你的闺蜜感觉 两个人之间 好像感情有一些变化 尤其是觉得你同事 小张 感觉好像有些变化 所以今天刚才 你俩不一直挺好的吗 你们两个 小张也觉得一直挺好的 但是小何感觉好像差点性 就是他在那乱想乱猜 我跟你说了开会了 那他肯定给你当放假了 好像是 哪放假了 没放假 当时我是被临时安排 叫过去的 那你方便给我看一下牌牌表 那我应该不知道 应该他自己能看到吧 他自己 他不给我看 直接从你这边看就行了 有点能查到对吗 没查到 你就看牌牌表 我就知道 没有 不可能 小张会不会是临时加飞的这一个 就没写到这个任务上 我不太懂 会不会 我看不懂你们这个表 是修 他是 干几天修几天 就是上三天修两天 咱们有24小时的报备 但是要在那等着呢 对对对 是 但为什么上面也没有你的 他的问题 你不能问我 谁的问题 心心的问题吗 表上的问题 那为什么 双十二好 我就当你 加班了 临时加班了 加班 临时加班行吗 那就是加班 那那个表上怎么说 上四修一 你跟我说的是吧 那表上写得上三修二 表上能骗人是吧 你怎么撒谎成性啊你 你什么时候跟别人学的撒谎啊 我十月二十号那 我回来整天都陪你 如果那兄弟叫我出来 出来玩吃个饭 晚上不也回去陪你了吗 你刚刚还说 开会 都敢跟你说吗 你整天都 你刚刚说开会 现在跟我说在朋友 跟朋友在外面 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 那 大家都听到了 刚刚 他说 十一月二十号 不是 他就开会了 说他们公司临时有会 让他去开会 他现在跟我说 他在外面 我平常跟你说 我只有一个朋友 一块出来吃个饭 喝个酒 你会让我出来吗 我不得这样撒谎吗 你怎么不会啊 你让我出来 我瞒你 我要是你要我会 我会这样 向你撒谎吗 你现在撒谎成习惯了 是不是 什么事都要撒谎 你背着我撒了多少谎 那个蚂蚁森林能量 到底怎么解释 上面也说了你没有吧 你觉得我把自己 给蒙混过去 我能相信自己吗 就你现在这种态度 还有这个 我不知道你什么人 有养的撒谎的情况 就因为这一件事 那我怎么相信你 就因为这一件事 就已经这样了 我对你好的难道 还不够多吗 就因为这一件事 这是 这两件事能相提并论吗 你怎么看他们俩现在 这种状态 你能在平常最近 这一年半年当中 感受到他们俩有变化吗 他们两个我觉得一直 都挺好的 挺羡慕他们两个的 就是他们两个有时候就是 他会接他下班啥的 然后顺道烧 让我们三个有时候 一块过去 然后下来吃个饭 撸个串 喝个小酒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挺好的 可能是因为最近他忙 因为他现在 他哪忙 你们疫情有什么班上 就像他跟我撒谎 他说他上次休一 其实他是上三休修二 我不知道他剩下的时间 去干嘛了 他又跟我撒谎 他说你们上班 我不得有一点我自己的时间吗 你自己的时间 是你自己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平常给你好声好气 说你会同意吗 然后你就撒谎是吧 你就采用这种方法 那我还能有什么办 你现在就是拒绝沟通是吧 破罐子破摔是吧 我现在真的对你很失望 我那不是还是为了 和朋友一起吃饭 平常我跟你说 你让我去吗 让你们撒谎是吧 那我不撒谎 你怎么让我去 你撒的只是一个谎吗 你现在是不是撒谎成性 我哪有 我不说双十二 我就说那个修班的事 你跟我说上次修一 我那表上写的 我整天陪着你 难道还不够吗 你说上时间干嘛去了 我整天陪着你还不够吗 哪整天陪着我了 就你时间时间 我时间难道不是时间吗 我的时间 我一天 我累死累活的 我到晚上几十天 想跟你一起 你告诉我 你上班 最后你给我撒谎是吧 我不是还为了 有一点我自己的空间时间吗 整天陪着你 陪着你 陪着谁去了 就陪别的女的去了 我哪有陪别的女人 那你干嘛去了 你说 我就和我朋友一块去吃个饭 一个星期顶多去吃两次怎么了 然后吃饭 就犯着着跟我撒谎 是不是 而且我也没开始 最开始都跟你说 我是这样 是不是给你摊一块吃些肉 才是这样 是不是因为觉得时间太少了 你啥都怪我是吧 我在你家里 当牛做马拉 照顾你爸妈 给你亲戚卖好脸 你到外面跟我撒谎 你说你有什么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什么了 你搞定婚的事 你就在逃避 我当什么了 什么样我听着你说 有没有点良心 你做什么 好好好 你不要也没良心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他 他实际上有伤 你怎么知道他有伤 你说什么 什么伤 你说什么了 公伤 你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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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伤 你说什么呢你 前天晚上我们俩打架 然后我拿烟灰缸 不小心砸到他腰了 你说行行行行 你是指了那 欣欣 欣欣 他在这玩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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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晚上我们在家里打了一架 然后不小心 我拿那个烟灰缸 砸到他腰了 然后就伤了 然后昨天请了一天假 没去上班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欣欣你指的是这个吗 面对贺女士的质问 欣欣显得有些手足无从 那么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而在调解嘉宾 和欣欣一番单独交流之后 欣欣却向贺女士 做出了这样一个举动 对不起 你跟她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干嘛呀 对不起我什么 你跟她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刚刚跟她说什么了 你对不起她什么了 还要这样子 还要满下去吗 瞒什么呀 你刚刚跟她说什么了 我太虚了 我不想这样子骗婷婷了 现在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呢 张先生究竟有什么事情 隐瞒着贺女士呢 她们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又会如何收场呢 闺蜜离场 女友回归 她和她再次正面相对 曾经的甜言蜜语时光 如今的心灰意冷 她们该各自如何选择 大家回去好好聊聊 是什么好聊的呀 现在还把我当傻子 就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误 嘉宾耐心分析说道 女友能否解开内心的欲解 男友又将拿出怎样的态度 取得原谅 我在帮她问你要一个理由 你哪怕给一个理由 这也算了 如果她现在在这儿原谅了 那她该多卑微啊 十字九生情还是蓄意谋划 是真情流露